王思佳又一次陷入假货风波 最近他上节目拿出爱马仕包 却被网友说体格才值怪怪的 而且包包的盖头也疑似有问题 质疑他拿的是假包 就在风波刚起之时 苗条达人陈若萱也来参议咖 他发文表示 过去在顶好名店乘卖衣服时 就常常看到某女艺人 跟着妈妈到隔壁店买假包 由于是祖平时太常炫富 大家根本想不到他会拿假货 还贪气表示我看太多了 喜欢高调的人不一定真的有钱 后来他又发了一篇文给提示 直说那名女艺人疑似拿假包上节目 但女儿出门也会用 之前也曾被怀疑戴的F牌帽子是假的 还跟观影玩在一起 超明显的提示 马上就被联想到是在影射王思佳 对此他紧急发文澄清 两篇讲的女星是不同人 他第二篇文是希望王思佳赶快发澄清影片 打脸那些质疑他的人 就像打脸当初质疑他买假帽子那样 我觉得很帅 而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由于这几天王思佳和他的孩子 都有点感冒不适 在得知此事后 他很无奈表示 一开始真的没空理这些传闻 但既然大家这么在乎 我们之后会拍成影片跟大家说明 不过对比之前他被怀疑时的暴气反击 这次却议程安静 只是默默删除文友留言 就有人怀疑难道这次真的是假货吗 陈姨也出来大酸说他之后才要拍影片 看来是在想如何度过这次人设毁灭危机 还建议他说包包是跟丁晓晴买的就好了